大家好,我是悠悠小主播邵西涵 美国的节日,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今年的4月15号是国家洗衣日,National Laundry Day 国家洗衣日创立的目的,除了帮助孩子培养日常生活技能 更希望透过与家人一起洗衣服来体会妈妈平日的辛苦 洗衣服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做的事情 但要把衣服洗得干净,可有很大的学问哦 首先,在洗衣服之前,要先判断衣服是否可以水洗 可以水洗才能丢入洗衣机,否则就只能用手洗 而且,在洗衣服时,不仅要按照颜色分类避免染色 同时,还要看衣服的材质和种类避免起毛球 值得注意的是,衣物一旦脱离身体,细菌和美菌就会开始支身 因此,所有衣服都应该当天清洗,才是最好的 如果衣服不小心沾到油墨等污渍,应该立息处理 否则可能会留下永久的令计 在国家洗衣日这一天,观众不妨拦下洗衣服的工作 让辛苦的妈妈休息一下吧 又有小主播,烧西涵,洛杉矶报道